马上通知手术室 准备手术 给脑子死亡孕妇做手术 别说我没遇到过 就是你们俩 整个人亚医院建院以来 也没有遇到过吧 俊波的判断是对的 要保住胎儿 时间就是生命了 要想创网前期的话 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 立刻进行破公产 你怎么来了 你不需要助手吗 你在看什么 人 什么人啊 每个躺在手术台上的人 在这之前 他们都被生活分为三六九等 但是只要躺在这张手术台上 他们就只有一个身份 病人 既然这样 就不该有区分 还在享誉你的决定 手术不争取来了吗 可能我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作为一个医生 你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好 没错 作为一个医生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竭尽全力 抢救我的病人 就这么简单 什么 已经犯了 经过调查 钱刚不是那次非法剧毒的组织者 而且他已经半年的时间 没有参与过读 考虑到他妻子过世 需要料理后事 咱们给放 我们正在全力抢救 他老婆肚子里的孩子 我必须拿到钱刚的签字 你们真的要做那个 脑死亡孕妇的手术啊 作为医生 只要有一线生计 我们都不能放弃 警察同志 麻烦您再想想别的办法 比如他别的家属的 联系方式呢 上次我去你们医院啊 看见压力症了 在那么大的压力下 她依然考虑的还是病人 这么着 我把林颖的家庭住址 跟她亲友的联系方式 告诉你 希望能帮上你的忙 好吧 谢谢 老天 你一定要把我逼上绝路吗 老天 真的不能再等了 开始手术 杨医生 严医生的电话 喂 警察都查过了 可林颖跟钱刚的父母 都在外地 根本就不可能过来签字 那怎么办啊 我该想想办法 你让俊波再等一下 没叫 别进来 血压正常 胎儿生命体征平稳 五分钟内必须取出婴儿 生命指标稳乱 心跳降低 她的身体快扛不住了 我知道 孕妇脑死亡后 身体各项指标本来就是靠心跳调控的 这手术对她强度是太大了 如果患者没有自觉意识的话 周生致血缓算 准备平衡液 精体平衡液和胶体 准备静脉低重 我的天哪 你们真烦的 真的 你没发现吗 这工资的确像大一嘛 一个月一次 几天就没有 对对对对 那你也可以选择十个月一付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啊 你是不是常年没有找到感情的慰藉 所以导致过分没心没肺 什么呀 我谢谢你啊 那是因为我对工作太掏心掏肺了 所以我现在才没心没肺 你是对咱们人雅的食堂呢 没心没肺 掏心掏肺了你 不 潇溪 我是对你掏心掏肺 你就是我生命中的红烧肉 谁给你红烧肉呢 你在怎么说我生气了 别生气我是不是闹什么玩的嘛 你看啊 我一上车我就不开心 我也不开心 我就猛吃 我这一猛吃就 行了行了 赶紧把文件给客气送去啊 乖 红烧肉啊 去吧去吧去吧 去吧去吧 你闭嘴 这人怎么那么小气啊 对不起啊 请问杨医生在哪儿 你找哪位杨医生 杨俊波 杨俊波 哦 在手术室呢 看谁了 我看你去哪儿 我看你去哪儿 看谁了 一条 我看你去哪儿 看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看你去哪儿 排口准备就绪 没有护书 孩子心率不到九十字 杨主任 看是有呼吸了 杨医生 孩子已经速写过来了 要不要通知孩子家属 孩子家属都不在 你说什么 这段手术 是在没有患者家属签字的情况下 进行的 快 把先生赶紧送到重镇厅室 孕妍服收命体证完全消失 这个死亡时间 我知道你是为了她才坚持到现在 你真的很勇敢 谢谢你 谢谢你 还算了 那么 你还没得起 对 你还没得到这个来自然能凶肌 你还没得到这个来自然能力 我居然已经通道 还没得到这个好处 你还没得到这个来自然能力